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断地用各种方法 让你知道这件事对她很重要 而且因为她没有办法说服你 把很难看的头发剪掉的话 她会睡不着 什么熟命下特征的人 拥有离婚危机呢 保生平这一点没有吗 没有 还是没有 对 好 她的等一下我再说明好了 怕了吧 你还有正希望吗 什么还希望 老师你把当个拖我再开讲 在外爱装大男人 在家却是个小死辣的男生 又是哪些新作呢 做任何事情都要逞强 对啊 那明明身上已经很穷了 现在借在信用卡或者是现金卡 她还是要跟人家抢富账 对 有时候她就是要抢富账 在外面一定要装大男人 还有文王挂要帮你预知 最近你的另一半对你老不老实 风水DIY只要告诉你 卧室里的风水经济 精彩内容不要错过了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我个人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会赚钱的艺人 生活大师啊 她是谁呢 侯昌明芙芙 大家好 大家好 很恐怖耶 抢前一族夫妻耶 不要这样讲 我们这生小孩压力多大啊 什么生小孩压力多大 我看你生小孩是拿来赚钱用的吧 生一台再出一本书 生一台再出一本书 就不是这样讲啊 生一台还是我们要投资多少钱啊 是不是 真的 我跟你讲 各位朋友 我讲是生活大师最厉害 这本书 生子食谱 我跟你讲很多人讲说 怎么生小孩对不对 那可能如果说讲什么生小孩 那一定是医生才会出 不是耶 你们已经生出有这个 可以出一本书了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跟医生有区隔严重的方向 医生完全太专业的方向对不对 那不是我们可以碰的 你们是用生活的方式 我们是用生活 而且我们自己亲生下去试过 就是这一种 他身体健康的 所以你们两个有试过说 想要生男的就生男的 想要生女的就生女的 这仿若就是我们这个如鱼得水啊 还假的 你才生两胎 你要是生过一百胎 每一胎都对 那就做了 这句话只有在宣传集可以讲 我想问一下 这个亚兰姐 就是想知道说这个怀孕的时候 出去会不会在生活上 都不方便的地方 我觉得 对 就出去他会帮你拿包包 然后提重物什么都 他会帮你 不然以前都是大包小包 我自己扛的 不是 这只要 是人都爱做的事情 不是 你哪怕 然后他提大提重的东西 我们除了听这种 你没得到很多人 如果没有提很多情绪 有的男生在追女生 女生没有怀孕 一样帮他拎东西 还帮他刷卡 可是我没有怀孕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贴 大包小包去卖场买东西 全部都是我卡在身上 真的假的 胡说明啊 胡说明啊 你是男吗 胡说明 你知道老公什么星座吗 对不对 处女座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常常都在讲 处女座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毛病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处女座的人 来做个大讨论一下 这个处女座的情人 罪状大指控 她们到底有什么毛病 大家赶快今天来看一下 好不好 好 为你 我要说不吗 等一下问我 我都好不好 我说不你就不看了吗 没有啊 这只是一个鱼注尺 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 好 我来看一下 处女座情人呢 最状大指控 一是什么 来 有没有 有 有 对不对 没有 对啊 大家都觉得有 她有这个症状 对不对 平常在家里会不会这样 对小孩对你都会 会啊 她会怎么吃谁量 她会像我吃 因为我现在很懒 有时候都会忘记吃什么维他命 忘记吃肝 然后她就会开始 你为什么不吃呢 这个是吃给小孩子 又不是吃给你 你真的很不注重 那开始捏一大堆 然后我每天都要捏 然后我一直喊 好可怜喔 不是 你知道她吗 她就说比如说 怀孕前三个月 你要补充叶酸對不對 光是个叶酸来讲 那医生都会说那你就吃嘛 然后只是吞一颗药丸 对 所以早上起床了 我去问她说 那你先吞一颗嘛 没得忘记嘛 她说没关系啦 我晚上回来再吞好了 不要那么改 我说好 那就回来再吞好了 晚上回来之后呢 到了睡觉 你是不是该吞叶酸啦 你明天再吞好了 要等你 该睡觉了 晚上睡觉就卡在那里 到时候卡在那里 都消化不良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你这 对啊 对不对 你这什么理由 你这个我也看得下去 你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是不是要站到 夕女座这一边 这一点我可以 你不能讲说东西卡在那里 你东西卡在那里 不是 因为我想说 你东西卡在那里 要睡觉了 你吞下去它可能在喉嚨 那你要去看一生 你要去看一生 这一种病症 对对对对 你东西卡在那里 对对对 我跟你讲 我说实在 其实有时候夫妻之间 常会做一些就是 我希望你很好 我希望对方很好 那也希望对方很完美 对不对 那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 这个完美的老公 或完美的老婆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新座来 我们来看一下 问一下唐老师 所以不能忍受不完美的新座 到底是哪一个新座 我觉得处女座完美主义者 我猜一定能上榜 真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人性还是要靠观察的嘛 是 那两位呢 这个都要看 因为我们看 会不会不能忍受不完美呢 就要看太阳跟水星了 因为水星会把它表达出来 那火昌明的太阳呢 是处女座 水星在天秤座 那这个亚兰呢 你是太阳 水星都在天蝎座 那我们来看看 最不能容忍不完美的新座 到底是谁呢 太阳水星第三名 如果落到了李老师的水瓶座 真的啊 水瓶座不能容忍不完美啊 对别人也是这样吗 还是对自己而已 他对自己更严重 更严重 然后他对别人呢 他很客气 可是基本上 他是受不了不完美的 可是水瓶座 他会用各种方法提醒你 譬如说他会偶尔跟你讲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应该把头发剪一下 可是呢 我跟你讲 对 这个话一出来 你不要以为他会放弃 可能在你不剪头发的这段期间 我还没提醒你 对 他会不断的 不是天天 不断的用各种方法 让你知道这件事对他很重要 而且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服你 把那个很难看的头发剪掉的话 他会睡不着 真的还假的 对 水瓶座会辗转难眠 像有一件事情没做完 所以你一定会把他任务达成 这样对不对 是适合传教嘛 李老师 这很恐怖 可是这种 就是不能忍受不完美的人 他如果看到那种 就是有点奇怪 怪怪 他会一直去跟人家念念念 他那个水水量的指数 就是碎念指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碎嘴指数 我来看一下有多高 水瓶座的碎嘴指数有多高呢 那就是 其实蛮高啊 当他有焦虑的时候 比如说他的碎嘴不是去碎别人 他会去到处问人家意见 你觉得我这样好不好 或者是说他在跟他的配偶 比如说他要你剪 我刚刚举的例子 他要你剪头发的话 他会不断的跟你商量这件事情 有时候用强迫的 有时候用商量的 有时候又用小以大意的 无论如何 就是希望你去做这件事情 偶尔他会告诉你 我知道有一个发型师 他发现他说服不了你的话 他就说 我发现那个发型师 他真的很棒喔 他帮谁谁谁 哪些大明星剪过喔 然后我带你去 我帮你付钱 他就是非得达到目的 不可就好办 对 没错 要按照他的方式做到就对了 没错 幸好他不是任何事都这样子 只有几个他看不下去的事 他会这样对你 了解 那他比较多是对自己 要求不完美的地方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雅兰的鞋 鞋 真的 有没有常常被嫌到不行 比如说家里面脏 我觉得很干净 因为木板嘛 对 干干净净的还好啊 没有 他没办法 他每天要抹地 他抹地是跪在地上抹那种 真的 我爸常有时候 以前常为我妈那种洁癖会生气 你有这样子过 有啊 我一开始我会啊 而且在看电视对不对 那你不帮忙又觉得过意不去 老婆在那边拖地 他不会 你完全没有 你完全没有罪恶感啊 那你跟我爸真的一点都不像 所以你不用叫我爸啊 等一下 我比较好奇 你坐对不对 唐老师你也是天蠍座 你家有这样子坐吗 我没有 我必须要说一下 不到家就要看月亮星座了 对 那那个亚兰的月亮星座 是春雨座 对 所以她把处理家事 当成她的工作 对 是喔 好像上班 很夸张是到朋友家里很脏 我也说不了 太一座 天蝎座的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她的不能容忍不完美 是她有点强迫症 真的 天蝎座都会有点强迫症 天蝎座都会有点强迫症 对 那这种强迫症呢 有的是像亚兰她这样子 她会放在那个 譬如说她不能忍受灰尘 她想到灰尘会让小孩子吸进去 她想到药丸卡在喉咙里 就会烂掉 对 可是这样的食道 就是她没有办法放松 那个她很介意的事情 只要这个事情她很介意 她就会不断地去要求 天蝎座如果说要念人家的话 她那个碎嘴指数高不高啊 我们来看一下 天蝎座如果要念一个人 碎嘴指数高不高 一定高的啦 你看 哇塞 你平常被念到什么程度啊 我跟你讲 譬如说我的计程好了 那我很习惯说 我明天要去哪里 我不用子记嘛 我干嘛要记呢 我干嘛要背呢 明天到了 譬如说今天来录 对 那我只要来之前出门去 我都要看一下 几点去哪里 好 那我就出发吧 就这样嘛 就反正一定可以上工嘛 对 那她不行忍受 她就一定要这样 譬如说昨天她要先问我 我说那你会录什么 那我要看一下 他说你明天要做什么 你不知道啊 我说明天要做什么 你不知道啊 那几点 几点啊 再给你一次 她说那在哪里 我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明天工作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不能忍受你这样子 其实很多天天作 她为什么会碎碎念呢 她就是要确定你听到了 要确定你听懂了 如果说你的反应 是让她觉得漫不经心 她会觉得她很担心 你没有听到喔 你确定这件事情 你也觉得很严重 还是为你好啦 对 她是怕你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 听到我刚刚讲的话 天天作会一再地 确认这一点 她觉得你怎么能够容忍 一件不知道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这个世界是未知的 太多值得你去探索了 真的 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第一名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水星 如果落到了 看起来好像很随和的 猴唱 可以吗 好棒 恭喜你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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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们看到的一个 sample 是比较随和的啦 好 昌明是比较随和的 可是事实上处女座的人 她是很有洁癖的 以及完美组的 乃哥 乃哥是 她家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个打扫都是她自己做的 好棒喔 她自己打扫 自己打扫 她用嘴巴打扫 没有 是真的 因为她就是洁癖 她也是要爱干净 所以你问她累不累 她很开心 怎么样 大嫂 我帮到你了 其实我觉得 昌明娶了亚兰以后 她就越来越不完美主义了 真的 因为亚兰会比她更完美主义了 所以她已经很放心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做 然后她乐得当那个大老爷 对 所以 可是如果处女座自己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 我相信 从小到大读 单身的那段时间 你应该很清楚 处女座的完美主义在哪里 有的处女座 她会表现在洁癖上 比如说她会把房间收得很干净 学生宿舍里面很可能 她的东西最整齐 那有的是表现在规矩上 比如说她很在意 某些公共场所不要喧哗 这是一种礼貌 这是一种规矩 然后也有一些处女座 她的那个完美主义 是用在原则上面 她做事很有原则 对 你只要跟她 你平常跟她开玩笑 打打闹闹都可以 可是当她是老师 你是学生的时候 你就要尊师重道 她就是这样 对 所以很多处女座 她的洁癖或完美主义 是发作在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我像处女座每个人都说 那个小小娘的指数是最高的 就是她那个很会念 我碰过那个亮哥 也是超会念的 她很有名 她很有名 对不对 那个指数一定是高到破表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水星在处女座的人 小小娘的指数有多高 你看啊 就是 就高 亮哥 你怎么这么高 亮哥 对啊亮哥 处女座的小小娘是怎样 你知道吗 她过不去的那个事情 她会像自言自语一样 自言自语 对 处女座的谁谁亮 是自言自语 在她很介意的事情上 比如说 像超米妮很在意健康方面的事情 那如果说 你太太她的工作环境里面 有这种 比如说很多人在抽烟 然后你太太 她并没有躲开那个情况 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说服她 你就会说 不是 我跟你讲 那个烟对小孩 对孕妇都没有好处 尤其是这种非常时期 然后呢你想想看 而且你吃什么营养品 什么都没有用啊 那这种事情 你为什么要让它发生呢 就是走大黄风路线的 是被我们逼的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我相信两个人 平常日常生活的对话 应该是蛮搞笑 你们下次出一本 爆笑书好了 是啊 两个都是不能忍受不完美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个命令她 那个是一直碎嘴她 没错 一直说服她 所以两边其实是势均力敌 对 而且到最后可能是雅兰先闭嘴了 真的真的 我到最后我都是完全脸很臭 对 对 没关系 就是脸很臭对不对 今天让你臭到底 好吗 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 处女座情人的这个罪状 罪状大指控 第二条是什么 当然 我们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 当然啊 不然怎么会叫罪状呢 难不成就是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来 道貌 道貌 暗然不安于事 什么意思 哎呦 听说啊 你们两位 很会玩这个 角色扮演游戏 那既然这样的话 大家现场来 表演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会看一下侯昌明先生 对不对 平常看起来老师一样出那个健康书 又不抽烟 对不对 幸好男人 那这个最厉害的就是 医生于胡适的故事 风流医生俏护士 来 Action 我说 诶 曾护士 你笑什么 现在上班时间 你 诶 你要穿这么露啊 你成何体统啊 这也是医院啊 我是 我是正派君子 你想干嘛 我就是要让你看诊吧 我 你不是在我看诊啊 对啊 我就是要让你看诊 然后你要看哪一颗啊 好像熟一 那一颗好了 那一颗是吧 那一颗我 我虽然是看的是动物啊 不是 我也蛮擅长帮你看那一颗 我帮你先听个整个好不好 看看你有什么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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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那个真音故事啊 哇塞 你这皮肤保养的还真是不赖啊 平常都没有发现耶 不过啊 这故事 你以前呢 衣服穿得太保守 今天这样子我跟你近距离的 稍微接触一下 看完你这张妆 我还就是 五七七一一啊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五七七一一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懂耶 等一下 还有嘛 你看你是不是看到我这么帅气的医生 你也是 五零四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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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第一个 我说你那一位病患 你笑得这么大声 你一想到我们在看诊啊 还不把门关起来 所以等一下 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 关起门呢 都换这种五零四四 五七七一一 五零四四 好厉害 你哪里 你懂意思了是不是 我不懂第一句 第一句不懂 第二句你懂 有谐音吗 有谐音对不对 一一 咕咕咕 我真的很赞 我知道了 一就是硬 一就是硬 我七七 七七一一 我好害羞 你害羞什么啊 都被病患 可是老婆今天配额度还蛮高的 我就是要来给你看 我跟你讲 她今天算害羞的好不好 她今天这镜头不好意思演 我们平常是常常的 她每次还会叫我在家里啊 比如说我穿这个大衣 然后都叫我里面不能穿 对啊 然后不能不穿 第一次里面不穿的 对啊 里面不能穿任何东西 然后出来 然后跟我全部一打开 她叫我跳Michael Jackson 怕死人 完全就看不出了 我就说我好像是电台 不会啊 这就是动画人 所以你看有些人 可能会玩一些游戏 看不出来 不安于事 太有情趣了 对 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是有情趣 可是有些人他心里面 会有蠢蠢欲动 想去外面玩一些刺激的东西 就是不安于事 所以我们今天呢 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 从我们的开运文王挂里面 带大家来测试看看 最近呢 我的另外一半 对我在哪一方面不老实了 来 从我们的开运文王挂里面 带大家来测试看看 最近呢 我的另外一半 对我在哪一方面不老实了 来 李老师 好 这个人心格都皮 如果你觉得最近你的另外一半怪怪的 没关系 我们的文王挂 就会告诉你 它最近到底是怪在哪里 这里呢 有四张牌 一二三四 观众朋友呢 你就选一张 那就请昌明呢 跟亚兰号也选一张 我们就根据呢 上面的挂像 等一下我来跟各位做一个解释 那昌明你先选 你要选哪一张牌 我就选三号 三号 嗯 好 那亚兰二号 二号 嗯 OK 唐玛西 一号 一号 黄老师 那我就四号了 四号 好 那换我 三吧 三 好 三号 好 好 我们从第一张试试看 OK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唐老师选的 唐老师会选到什么牌呢 我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刮箱 哦 这个牌呢叫做更为三 对 有没有看到 有两座山 嗯 擋在那个地方 山哦 它代表是停止的意思 嗯 前面一座 后面一座 停在 停顿在那个地方 就表示是说啊 就说你们两个人之间 目前啊 就好像停止在那里 没有交集的意思 嗯 如果说这是在问感情的话 好像就变成了感情的一滩死水了啊 好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你最近另外一半 它哪一方面对你不老实 捕到更为三的人就说 其实你们 你另外一半 它并没有对你不老实 只是说啊 你们的这种恋爱啊 或是说结婚很久了 彼此之间的那种热恋 热恋起过了 嗯 那个感情像一滩死水 两个人都举足不前 所以啊 捕到更为三的人 不要担心 加把劲吧 嗯 好 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来看第四个好了 第四个呢是 黄老师 对 水天虚 我就知道他自己身体很虚 哈哈 是那个虚啊 不是这个虚 我们一起来讲那个虚啊 哈哈 这个水啊 在天上啊 其实我们去想想那个大自然的景象 水气一上升的时候啊 它就会化身云雨 嗯 那这个花费呢 也可能会造成他日后 经济上面会有一些拮据 会造成一些负债 如果现在没有再去制止它的话 这个塔继续刷下去 哇 水 雨水水水太多了 需求太多了 就会泛滥成灾了啊 这是不到水天虚的人 哇 好 那我们再来看啊 就是花钱方面的 对 在花钱方面的 是韩阵里的 那我们来看 我们选第二张好了 好 亚兰 第二张是亚兰的 对 亚兰浦的这个卦呢 叫做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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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 这个字念作 三 火 壁 壁 壁 它的含义是这样 其实我们要看一个 山美不美是从哪里来看 这个山的树木貌不貌盛 当太阳呢 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 就是黄昏的时候 余灰 太阳的余灰 它就会把这整个山 轰出来的五颜六色 把山装饰得很美 所以呢 这个壁这个字 它有装饰 有包装 有骗人的意思 那普到这个卦的人 就说你的另外一半 最近有什么事情 要瞒着你呢 所以 有包装 有包装 有七点 有什么 还是说这本赚的钱 也就是要注意了 最近你另外一半 它的意识也会比较好 那可能 它为了怕你知道 可能在严寻举止当中 它就会有一些包装 有一些隐瞒 所以葡萄三火壁的人 注意 怎会有异性的介入 怎么样 最近有什么女生都靠近你啊 没有 为什么 她要出国了 她陪你参检的时候 她去哪里啊 等一下 而且陪你参检的时候 下门 陶老师 说一说 下门有多可怕啊 很可怕吗 对啊 下门嘛 下门 下门 对 门会打开 不是 她选的牌 她选的牌 为什么这个业照我来单啊 我们看的是你的另一半啊 是啊 她的另一半就是你 就是你啊 对啊 对啊 那你就不要让我看到三号结局吧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结局吧 因为三号最后一个选 最后一个说是因为两个人选的啊 就是嘉谦跟苍鸣啊 我们来看看啊 谱到三号挂的人啊 观众朋友 你选的啊 三号的话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这个叫做雷火风 通看这个挂名就很棒了啊 雷代表是动的意思 它也代表是男人 火呢 代表是光明 代表是亮丽 代表是活泼 代表是热忱 它也代表是女人的意思 所以男人在上 女人在下 风就是大 大大的丰收 那不到这个挂的人 太棒了 最近你另外一半 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没有 因为男的在上面 他是非常热忱的在动 为你付出 女生呢 在下面是很热心的 这样付出 男女双方都是 这个叫做天雷勾动地火 感情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所以你们没事 他没有事情在隐瞒你 所以放心啦 好了吧 来啊 没有事情瞒人家 人家没有事情瞒人家 人家没有事情瞒人家 怎么样啊 你想要怎么样啊 说 还没去呢 我怎么迟到 他也三八 我真的是一只啊 对啦 我昌米奇还蛮可爱的 在这方面不用担心 因为他自己知道 没有 就是对他自己不利的事情 他不会做 对 会破坏家庭的事情 他也不会做 朋友分寸啊 对不对 是朋友分寸 做了也一定会蛮你蛮得很好 你蛮老师 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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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们真的 有出了什么状况 那就表示 你们的婚姻 有面临到危机的状况 嗯 那接下来就是要问一下 我们的黄老师 蛮老师 你们离婚的危机喔 你们跟某周刊有配合大家 ущung 米 tijd Banks 封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胡聪明 他有没有离婚危机啊 OK 那我们试看看 好 有没有离婚危机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这只是危机 不表示一定要发生 我们做这个题目 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你有这样手相 你要小心你自己 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 Onu gun 那我今天是用手相来做个说明 就是哪一种手相的人呢 你容易发生的这种危机 提醒你小心 第一个就是结婚线有破坏 什么叫结婚线有破坏 例如说第一种像这里有个导文 或者像这种结婚线这样子大大的分叉 或者这结婚线这样子的中指又破坏了 那我自己所看过的这一个是 但我再强调一下 我现在举出这些人 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婚 不当然也许有些人已经离过婚了 但是最重点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你之间的相处 这个是范小凡 就是我记得上次看到的 这里就是有一个导文 那么这一个呢 这一个跟这两个综合在一起的 都有的是许春美两个都有 还有一个许伟伦两个也都有 那么另外一个林美照的话只有这一边 当然我现在再提醒您 就是说首先有这种的人 他是有这种危机 基因比较高要注意一下 因为结婚线就是看结婚状况 我装品这一点没有吗 没有 那还好 还是没有 那他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好了 怕了吧 你还有这么希望 这么害羞啊 老师你把它当热透再开讲吧 这女人是头彩啊 一定会看到你的女人 你 对耶 李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还真是不能忍受不完美啊 李老师一声就哇 我们会把它剪在本帽上 好 第一个我们是用感情线来看 因为婚姻状况除了看结婚线之外 感情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啊 男女之间的所谓感情的状况 就是这个中段再起 这样中段又再起来的 其实只要感情线有很大的瑕疵都有这种可能 那么这个呢是孙欣跟洪琪德 洪琪德还没有结婚啊这样说人家真的是不太礼貌 不过至少我也是提醒她小心像这样子的 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缺点 就是这条线呢是有重大的导纹 很大的导纹的 这以前我看过是配针 这种都是要提醒的 真的啊 在感情上面有这样大的瑕疵 配针 好 再下下第三项 第三项呢是看智慧线 智慧线这里很大的分开或者中段 这很大的分开呢 我曾经看过的是邝明杰跟王静寅 王静寅他就是确实是如此 因为呢有的是这样去又这样子中断的 那这个有除锦 我曾经看过 它也是这样子的手纹 好 这是第三项 那第四项呢是看无名指 在我们的手上呢 这个母指是看父母 这个狮子看兄弟 中指看自己 无名指看配偶 小指呢是看小孩 所以这无名指是看配偶看配偶 所以呢如果这个无名指呢 长得太歪太怪 大多人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 至少在我来看就是没有很少看到 除非是我的私下自己的客人看过 就是这个长得很歪很怪的话 那么这因为是代表配偶嘛 所以代表他也是有余婚的可能 好 以上所讲的这四种了 解婚线 感情线 智慧线跟无名指 任何一下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瑕疵 都有这种危机 有这种可能 所以两位都放心了 所以老婆这样不用那么担心了 他去厦门绝对不会隐瞒你胜难 对对对 他一定什么都攻出一室 OK好 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处女座的情人罪状大指控的第三点 到底是有什么呢 好 在外爱妆大男人 在家却是个小苏辣 我跟你讲 男人为了证明他自己大男人 在外面就会恢复 我跟你说 这桶我欠 好不好 我跟你讲 这桶我欠 那表示说他荷包一定要满满 好 寄这个我们的张秀庆他老公 他老公这个 只有50块零用钱 真的喔 很可憐 他比我还惨啊 对 你零用钱都想要 还好耶 你皮包给我 你们还现场突几的啊 开玩笑 不是 他比较还好 55块 没有 我好多了 300而已 佳琴的脸是 脸充满得不屑 脸充满得不屑 没有 脸充够 300块 你这只一个大男人 你现在过得够了 不是啊 不是啊 那你现在过得够了 这个天空啦 50块要怎样 你300块 好好事 300块一个大男人 在外面怎么给人家够了 突几我 我们来看一下话哪里 突几我 突几我 好可憐 太棒了 好可憐 你怎么会有钱呢 好可憐 我告诉你 你这个叫做大男人好不好 我可以想 你看什么看的你 等一下 我的天啊 黄超兵的国籍包装300块 黄老师用新封带装几万块 黄老师 对 我说了好久啊 老婆 老婆这叫大器啊 这2万多块啊 黄老师 我自从结婚 我很少皮靠 一直可以拿这么多的钱 刚刚我那摊开 你看到没 黄老师 我的天啊 黄老师 你好棒哦 你在外面会不会说 这拖我账 会吧 刷卡啊 对啊 我刚刚男人有时候 钱要拿出来这样 贴 贴 贴 他真的要贴吗 对啊 老婆平常都给他多少钱 我平常都是 因为他很少在花钱啊 对啊 都是跟我 就是跟我出去都是我在付啊 他在家里面熟不熟啦 还好 我在朋友面前 我都会给他面子 对 然后到家之后 我就会说你刚刚怎么什么什么 他就 谢谢你给我面子 谢谢你给我面子 好棒哦 好棒哦 谢谢你给我面子 我跟你说 有些人真的喜欢在外面 他就是要老婆给他面子 对 这在外面就是大男人 那在处理的时候 这就是大叔啦 不是 什么肉啊 这就是一个大叔啦 对啊 来看一下星座好不好 我们今天从星座来看 不是嘛 那你平时还我啊 虽然只有三百块 好吧 虽然只有三百块 虽然只有三百块 但是一定要估计包哦 好 所以我们从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星座人 最喜欢在外面装大男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侯娇没有上榜 有的还会觉得很抱歉 好 这样从太阳火星来看 昌明的太阳是处理座 火星在射手座 对 那我们的黄老师太阳 是在这个金钮座 火星在双鱼座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中一颗就已经有这个迹象 中两颗更严重 好 第三名太阳火星 如果落到了昌明的处理座 好了吧 但是那是火星对不对 太阳 你的太阳 太阳 太阳也算哦 对 太阳也算 处理座的人其实很爱面子 对 非常的爱面子 所以为什么处理座的人 他在穿着打扮上会要求自己 有时候要展现出一些品味 要不然至少要简单大方 对 他怎么样都要比人家有教养一点 怎么样都要比人家 有知识水准一点 所以他会觉得 如果太太出去 随便乱说她什么 他会觉得 我没有把太太教好 那这个是一定要的 那很多处理座的人 他也会常 我们看到很多处理座的男人 都很爱太太嘛 对不对 对 他都会讲的好像说 哎呀 我很爱我的太太 事实上呢 这绝对不是表现她熟悠 反而是表现她是大男人 所以你看我可以爱护我的女人 对 而且你看 他说钱都是我太太在付 对 可是下一句他会马上会接 她是我的秘书兼佣人 兼佣女 对 所以讲得好像太太很大 可是事实上 他就在言语里面告诉你 我比我太太还要大 就是说心里有自我安慰一套就对了 对 而且呢 他虽然拿出来是三百块 可是这不是他赚的钱 这不是他赚的钱而已 你看他赚那么多钱 他还只愿意拿三百块 你看我多伟大 这是村里座的面子所在 我为这个家牺牲奉献有多大 这样了解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这个大男人是谁呢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巨蟹座 巨蟹座就贵了 我们说了 这是在外面爱装大男人 在家里呢 他是属于那种 家里的事情都给你管 可是到外面呢 你一定要听他的话 如果你不听他的话 那那个巨蟹座的人呢 他就会开始画越来越少了 他们大男人表现在 他很任性方面 他是不被你命令的 然后巨蟹座如果在讲一些话 越讲越生气的时候 你最好闭嘴 因为你如果跟他顶嘴的话 因为有外人在 他会吵给外人看 会跟你吵架 吵给外人看就说 我的女人如果顶嘴 你看我就是这样对待他的 所以有外人在跟没外人在 巨蟹座 这就让人家觉得 好像两个人一样 所以在外面他只要有大男人 回到家已经没有别人 他就会说 你刚刚那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生气吗 又回复到一个原来的样子了 你怎么回到那个样子 所以巨蟹座的男生 有时候阴阳怪奇 你要多多体调 在外面一定要给他面子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最爱面子的是谁呢 太阳火星 如果落到了 狮子座 狮子座是 爱面子 这一名好不好 他做任何事情都要逞强 对啊 那明明身上已经很穷了 现在借贷信用卡 或者是现金卡 他还是要跟人家抢富账 对 有时候他就是要抢富账 在外面一定要装大男人 如果太太 很多人 太太成就很高 他会很高兴 养家 或者是帮忙贴补家用 可是狮子座是那种 太太绝对不能好过他 如果太太太优秀 没面子 对 他会觉得没面子 所以这种 这种狮子座的心结 是蛮严重的 一定要自己过得去 你才能够享受 太太的成就 也等于自己的成就 这种快乐 否则的话 很多狮子座 自己都活得很不快乐 对 所以狮子座 巨蟹座 处女座的太阳火星的人 都是属于在外面 爱中大男人主义的 回到家可能就变得比较乖一点 但是要看你怎么应付他了 当然我们知道说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 这个相处的地方 主卧室 很多地方在那边 营造很多气氛 这对夫妻来展示最重要 当然里面有什么样的禁忌 就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我们的风水DIY了一下 看一下这个主卧室的风水禁忌 到底有什么东西了 来 黄老师 主卧室里面禁忌非常多 因为主卧室整个来讲 从地板 天花板 或者旁边的我们墙壁 门 阳台 都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特别着重两个 一个是在你的夫妻之间 或者男女之间睡觉的床 以及卧室里面的镜子 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项是说 如果会导致不孕 就是说你在主卧室的布置里面 不容易怀孕的 胎气留不住的 以卧床来讲就是说 你的床不稳定 我们床要留住胎气 一定要最好是安安稳稳的床 不要不稳定 什么叫不稳定呢 例如说沙发床 或者行军床 或者那床会动来动去会掀床 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床 就是里面会放东西那种打开来的那种 这种不容易怀孕 这样啊 这个因为我自己以实际的印证也是蛮准的 那如果有些床是那种轻轻轻轻轻的 这就不行 也不行 像水床也不行 水床也不行 也不行 那只是一个很浪漫 对 那只是浪漫 但是你要怀孕就不容易 那那个有电动床的 那个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那如果只是床脚 在动的时候会滴滴滴滴的 那当然不行 也不行 你经验多啊 没有 我只是想说那个床也还是栽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测 这个就要测试看你的床稳不稳固 就是你回去就是自己推一下床 对 那另外呢 如果是以镜子来看的话 卧室里面的镜子不能对到门 什么叫做卧室的镜子不能对到门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卧室 这边是卧室的门这样子进来 这边是床 如果你镜子放在这边 就是人进来直接会看到镜子的话 这个位置就错了 如果是这个位置 就是会导致不孕 不容易怀孕 是哦 好 我们就看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夫妻的感情会不好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用这两个重点来看 那么如果说以卧床来讲 如果说两张床 一个卧室里面 夫妻有时候是分开睡的 分开睡的话 两张床大小不一致 或者方向不一致 比如说先生的床是这么摆 太太的床是这么摆 两张床摆不一致 或者你们是同一张床 但是睡觉的时候 一个头朝那边 一个头朝这边 那可能就是你自己睡觉 姿势不太对劲的 他哪有人睡着睡 睡到后来就 那奇怪 头来去睡 没有 那就一定要请教黄老师 他半夜都爬起来 再把他太太搬过来 超账 事实上是因为这样 我太太晚上打呼打太大声 我会骂她 骂她之后 她头自己就朝过去那边 对 远一点 但远一点我还是听得到啊 最后最后把她踢走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如果是镜子来讲的话 就是斜镜 什么叫斜镜呢 我们还是用刚才那张图来看 常常看到卧室里面 她为了这个装饰 摆设造型 镜子摆斜的 这摆斜嘛 镜子是斜的人的斜 就是斜里斜气 这种的话呢 先生比较容易发心 斜里斜气的嘛 所以这容易导致 也是夫妻的感情出问题 所以镜子千万不要摆斜的 有人摆这边斜的 摆这边斜的都一样 都不好 不可以摆斜的 好 这下面第三项看 会影响你们的健康 夫妻的健康受到影响的 好 这是怎么样呢 床呢 贴着地面 或者直接睡在地面上 加个床垫 这做不行 床的地气很潮湿 有些人他很喜欢 就直接在地板上 上面加一个床而已 就是床垫而已 床一定要起来 或者起来之后呢 你的床的下面 放了一大堆杂物也不行 床上就是要空 那你像我们很多人 是上下床垫的那一种 那还好 那可以 那还好 至少你没有贴到地面 那么如果是镜子的话 那直接镜子对床 那镜子对床 很多人都晓得了 我们的镜子 直接不能对到床 就像这样子 我们睡觉的前面 刚好这边摆镜子 镜子直接照到我们的床 那么就我们讲的心神 精神里面比较不明 一起来看 那怎么会有人 对 比较不会冷定下来 那镜子放旁边就没问题了 如果说以我们这张图来看 镜子可以正确地摆的方法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看这一边 或者这个位置 看这边 那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在太太那边 如果太太睡这边 在太太这边 如果太太睡那边 就是最好的问题 OK 这样了解了吧 这个一些主卧室的一些镜子 可以增加这个 夫妻之间的感情 把一些镜子改掉 可能你们父亲之间的这个 情趣就会更不一样 就像侯昌明夫妻他们一样 会玩这个角色扮演 那这个老婆希望 老公在里面 什么都不穿 好开心 对不对 今天这个谢谢 我们的这个侯昌明 和妖兰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预祝你们这本书会大卖了 好不好 《生子食谱》 希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 人格有怪怪的在意 因为除非我们结婚嘛 那结婚做这些事情会很OK 我觉得很OK啊 因为夫妻嘛 可是如果在很OK 结婚之后拍OK OK 结婚拍OK 对吧 拍到你的球 不会因为我们是夫妻 夫妻是OK 对 家里路 还是有传统的感觉 那你 合家欢嘛 如果说今天有女方 主动跟你说 我们来拍 你会不会 我跟她说我们在拍别的戏 有戏乐再生不戏 有天意又不能跟她戏了 不能戏戏 好酷 今天